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今天用非常強烈的語氣 澄清了有關在97年後 中國要派軍駐守香港的立場 鄧小平還鄭重地指出 中國對香港問題 除了由指定的人發言算是正式的之外 其餘的人發言一概是無效 鄧小平今早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會見港澳的人大以及政協代表 就座之後鄧小平隨即是以強烈的語氣指出 黃華及耿標較早時所講的香港駐軍問題 不是中央的意見 我們對香港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 我算是真實的 鄧小平算是真實的 另外真正主體問題的發言 發言的機構是一個我們是港澳辦公室 是紀鵬飛當主任的 一個是我們外交部 他也有部長也有發言主管這個問題的人 人也有他們發言 外交部 除此以外 所有其他的發言 都無效 香港要出軍的 國家為什麼 既然是中國的民族 為什麼不能出軍呢 這個英國外交部 這個英國外相 跟我回談 比如說太子 他們都說 這個 他們當然希望中國不出軍 另外一種行事 但是他承認 中國政府 既然收回主權 有權在香港 對 好了 這個民主的 這個權力沒有 那就是中國民族 鄧小平又曾經強調的指出 中央和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 除了他和趙主任總理的發言 是正式的之外 港澳辦公室主任 基鵬飛 外交部部長 以及外交部主管這個問題的人的發言 也可以算是正式的 除此之外 所有其他的發言 都是無效的 亞洲電視記者 是正式的